发现那下面是发炎了嘛 然后来着检查 然后他给我 他说有个88元的体检 然后检查出来了 然后 就是他检查出来了 说一个是包皮过肠 导致了发炎嘛 然后再检查出了 那个原发性的早泄 那你觉得自己早泄吗 是有一点 小胡今年17周岁 高中没毕业就和家人一起 从安徽来杭州打工 小胡说 半年前交了女朋友 最近觉得下体有点不舒服 一个人来到杭州阿波罗男子医院 做了割包皮和治疗早泄的手术 花了5000多 我小孩子未满18周岁 签字依然 医院既然都能同意 直接给他做手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答应的条件 他答应的是哪些条件当时 答应的就是说 术后所有的费用 所有的归他们医院搞好为止 胡师傅认为 自己的孩子还未成年 做手术时 应该由监护人陪同和签字 为此他找过医院协商 对方退回了一半的费用 同时表示 接下来的治疗费全部减免 可后来孩子去医院 对方又准备收费了 他说要推荐什么中药这些条理 这些东西 然后之后他又要说另外收费 要花多少钱 小孩子跟我说是1000多 因为本身的话中药条理的话 也不在当时他看薄皮手术费用的里面 对不对 因为条理的话也跟病人建议 你吃当然对你是好的 你说不吃吗 你说有多大影响吗 也不一定有多大影响 可能恢复慢一点 对不对 王主任说 医院之前答应过的承诺 肯定兑现 他解释 小胡手术后 来医院继续治疗和换药 这些都是免费的 中药是推荐小胡服用 没有强制要求 关于未满18周岁 能否独自来医院做手术 王主任介绍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16周岁以上 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 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 作为主要生活来源 并能维持当地群众 一般生活水平的 可以认定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作为医院方来说 肯定是 如果真的不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话 我们肯定是不会 这样去鲁莽草串 去做手术的 一定是有求证过 孩子是可以手术的 有可以独立签字的能力的 才去给他做手术 这个求证工作 是怎么做的呢 医院方面显然 没有书面留底 王主任觉得 在这一点上没有过错 胡师傅希望 儿子能够尽快康复 中药条理的费用 也能一并减免 经过协商 院方答应了 胡师傅的要求 我还是比较认可的 这样的 大家都这样处理的 我也满意 我也满意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 看百态人间事